为了提款市区公车的打责率 加级市政府和加级官公车署协议 自5月22户去条线加级市区公车 1.267的路线票价 专票自18户条线为12户 半票自9户条线为6户 电数票前的票价也当无条线 公车署随名市区票价条线的原因 是因为现行加级市区公车路线的打责率 较适偏格 并且每车处在客所不够三的人 为了票便隆区交通文殊主委 所以配合加级市政府市区公车政策 希望港阶可以促进市区公车打责率的行政 票价条线 是公车处的营收减少部分 才是由加级市政府开顺保贴款支付 因为加级官司是共同性外观 所以无分官司的民众 欢迎打责加级市区1.267的公车者 都可以享有同类责级的 公车署无常说 因应市区公车票价条线 原本市区公车票价票 将不再发行 以高利生育 就都使用暗厨价格的电子票证 自己市政府发行 价点座的社会和爱心卡顶顶 因为原本已经半个价格 所以这次不再提供责级的 其中看市区公车经营的成本行业 经常检视是不是在调进市区公车票价 最近新闻 周日行 加级官 蔡康博德 字幕志愿者 杨康博德